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你们开武馆时那些刀枪剑军放在武馆申报 填很多文旗 你是多过来人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经验呢 其实在我开武馆时已经是减省了很多 如果正式开始的时候 比如80年代的时候 你开武馆其实是很复杂的 很严格的 因为我听我师父讲 而且我师父以前也开过教部馆的工作 首先找一个地方申请了 它认为合规格分武馆 亦都适合给你传放的兵器 其实兵器就是用刀枪剑军练功夫的器械 就要有一个安全的守则 就是说这些兵器是要锁住的 就不能随便任何人拿到的 就是说你学完上来不丰富了 就开了这些兵器 我又要重新鎖过去 就是不说我不可以被人逼走 不可以逼走 就是你认为多少数量 不止数量 还有你那个物件 就是可能我有十勤兵器 是不同的刀枪剑军 你那时候还要把那个器械拍张相片 定名了那个长度 它的物料 譬如你是金属的 或者你是金属和木的制品 譬如我是大关刀 我是木的柄 金属的刀析 你都定名了 就传回到警察局备案 如果这样要出来 你带出来又要怎么做呢 其实也有守则 有守则就是说 因为这个器械是给你在武馆里面交行用途的 就是室内的 对了 就不是给你出街的 但你难免有机会出去表演 有些场合需要用途的时候 其实你都要预先跟他打招呼 就是说这个活动呢 我接受了邀请了 对方需要我表演什么器械 那我们需要这件事 譬如我由七点钟离开武馆 去到表演之后 十点钟回到来 这个时候呢 这个器械就不会到武馆了 因为这个出街了 但是十点过后呢 我回到武馆去放原位 也都做好安全的保障 我锁回去吧 安全呢 是这样的规定 几多重固协 那时候是很重价的 那你搬武馆又怎样了 搬武馆我就试过了 那时候你知道事 首先呢 你告诉我搬武馆 搬到新的地方 他叫你将那些器械呢 那些猜管全方 需要什么钱 不用钱 但你要将数量全给他 那到你找到新的地方 比如 假设你业主也好 或者你中学好 有了文件證明 这个地方给你洗完 他又再重复借 看你的地方 合不合适 合不合适 安不安全 所以安全呢 比如说 不会有普通人呢 能够搬到进来 拿冰机 搬到出去拿出去的 那才是安全 好啊 如果你做到他的要求之后呢 那你也可以 再去警官那里 写一封信呢 就要求呢 我将全方那套器械 拿回到新的户子里 摆放 那可能这个 从这个社会的安定来说 都是有需要的 但是似乎听来 好像比较复杂了一点 其实就有点复杂了 但是现在就相对是 没有复杂了 现在是比较自由很多 好 那今天我们就不讲兵器了 我们再讲我们的 全程影片里面 基礎片给你招式 好吗 好啊 余师傅搞定了吗 好 那我们过去看看 好 都比较熟练一点 对 对 有没有改进步 如果要改进的地方呢 你分清楚 例如我们是 弃锤 套锤 抛锤 这个套锤太迷 骨臂 不必 那些时候应该略为 缘少少力 还有那时候都用少少力 就不要这样摺起手臂就算数了 那这个是改良 另外那个抛锤 抛锤之后 那就是感受挂锤 感受挂锤的时候 不要这样前冲出去 感受挂锤的时候 是一个半圆 是一个线炎这样打出去 是一个这样的线炎的动作 打出去 就不是一个呢 这样穿出去 那另外呢 最后转身 那两个穿手呢 都要留意 可以说呢 就是第一步 稳健一点点 第二步站起来的时候 尽量向前冲 因为就是说 一个动作左右 那第一步转身的时候 因为你保持平衡 可能早一点点 第二步呢 就尽量向前冲 习惯一下有一个冲撞的感觉 那三炮锤呢 我们就是一个橫锤 一个橫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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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一场两拳 那为什么呢 比如我一打 你一挡 再打 你一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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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两位 都是左右一个夹击 你被对方举手来护头的时候 那在左边右边 那做什么空间打呢 唯有在下面 那这个拋锤呢 就是在这部 引起敌方的防守之后 在下面呢 是打出一个 拋锤上来 就是这样做法 是的 重新问一下 碰手挂锤 和穿手是怎么办 碰手挂锤呢 你以单从字面说 它会是一个 就是对方来到 将对方的手 打低了 提起手 打下去 如果这样做呢 就是太过便宜 你一个手的防守 为什么按两个手防守呢 那变成呢 在这 那变成呢 我一个手提起了 一按 这样打就快了 如果你说纯粹 按得了对方 才再提起手 再打呢 第一 时间呢 相差太远 第二 你这手的力量 不及得两个手 是不是 但是我摆这些手 防止的时候 对方来的时候呢 那我呢 可以换 可以挡 挡着呢 这手控将对方 就在一个 一个点 是属于一个 短桥发镜的动作 那就比较 安全一点 还有这个力量 自己的防守力量 就很大一点 那自己你说穿手呢 其实穿手动作都一样 例如你 一来 好了 他有一个人马 将你失平衡 腹脚呢 放在你脚后面 这个呢 在手一剪 那你呢 就要失平衡 那怎么做两边呢 之前也说过 功夫呢 不一定是得左手 或者右手 我左右手 我都可以连续发挥你 所以呢 他连挖穿手呢 都是给这个训练 就是说 我们左右都能够同时进行 都能够连贯性地进行 嗨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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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会长 今天我是来到金钟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资讯 要和我的朋友分享呢 是啊 因为呢 我们现在疫情呢 开始有些缓和的趋势了 那我们希望这个工作坊 就能够预期进行的 那我们 未来10月份呢 有两场 那一个就是10月10号 在这个旺角 长海街 618号那里 那里 那另外就是10月31号 在这个湾仔活动中心呢 就有一场 那这两场呢 我们都是定了时间 地点的了 那如下呢 就是11月 11月呢 我们都希望是可以进行得到 那现在就是11月呢 就是11月21号的 在这个西九龙的 红十字会的总部那里 那这个时间呢 大家注意到那个时间 就是6点3 到8点9 等于那一晚上 晚上是 有交流 那12月份 那没有定了时间地点呢 10月上定了一个 就在12月5号 都是星期六的 就是这个是2点3 到4点9 在这个新浦方地区的 在这个 Lock Stage那里 那里 交通都便利的 交通便利的 那因为现在疫情呢 开始就是缓和了之后呢 那我们希望 我们的工作坊呢 真的完整的进行 是啊 因为很多朋友都很心急 参加我们的工作坊 那但是我们心急没有用 因为这个场地呢 它我们订了出来 它还没有回覆我们 是啊 所以我们最新的 都希望大家可以 看我们的网站 看我们的网站 看我们的资讯 没错 按这边 报名 我们希望在这个 工作坊叫大家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今天介绍这个 就是洛瓦 洛瓦 洛瓦又叫做火塘画 又叫做火笔画 那就是将一些铁筆 铁的急作物 挂在这个 这个 物件上面 是烫成一个团案 和这个洛瓦 结合成一个艺术品 相传这个艺术品 这个艺术品 始于一半代 但是呢 在中间停留一段时间 在清朝时再兴起 那它挂在这里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呢 它用一个不同的色责 令到一个层次 演出比较独特的一个 一个艺术的表现 那我们除了这个洛瓦的表面 一个这样的洛瓦画之后呢 我今天介绍多了另外两种 这个就是 新梅的葵魏 葵魏线 它用一支针 它将那些热的针 将它做成一个 一个图案 成为一个葵魏 葵魏画 那当时在清沫的时候呢 是非常受这些达官贵 喜欢的 那它们呢 也是很欢迎这种 很喜欢这个葵魏线 好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我要介绍的一个 酸子洛瓦 酸子洛瓦呢 就是用一支 香 点击的香味 在这个酸子里面 是烧烫它 烧烫它呢 成为一个自然的图案 成为一个酸子洛瓦 所以这些葵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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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